这次我的提案就是 地球人总是莫名其妙的破防 其实破防在我们年轻人身边 无处不在 有些年轻人不开心的时候 会破防 感动的时候会破防 所以今天我就想利用这个话题 把现场这些特工 你知道内心当中 最私密这种破防点 全部公之于众 好 来 我必须得说 我在这个破防的路上 有一个人一直都是我的一个绊脚石 谁 薛破防 从我步入这个行业开始 薛之谦就一直让我破防 为什么 05年我也是一个歌星出生 歌星出生是什么意思 歌星就是 就生下来就是歌星 一生下来就唱歌的 就掉在地上 没有 老师 因为我出道就是跟老薛一个比赛 后来我拿冠军 然后老薛是前四 后来老薛现在红得不得了 而我还一般 所以我就很破防 其实薛之谦生活里就是常常让他身边的朋友很破防 因为我常常跟薛之谦录通告 然后每一次在录通告的时候 其实我都是装法精致地去他的直播间 不是 直播间 不是 化妆间 然后呢我每一次装法齐全 你也知道吗 大家见面吗 大家都互相鼓励 我一进来就是那种 嘿老薛好有不见 然后老薛就 一边坐头一边看着我这样 你好胖啊 每天吃多少啊 能不能见见飞啊 能不夸张吗 真的 薛之谦我们这些都是背地里说你干嘛呀 你是真的胖的时候真的胖 然后他整个化妆间所有的团队的人 对 胖子 胖子 好烦啊 然后后来我就因为薛之谦一直是我胖 我就很努力地减肥 我那个时候是人生帅气的巅峰 非常瘦 很帅 然后当时我又跟薛之谦一起录影 然后薛之谦要再画一把还是这样 定睛一看 我们真的老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真的老了 胖点还反倒没有那么显老 哈哈哈哈 好挑剔啊 挑剔啊 这 啊 难过 你这在我们江坤老 啊 张老师累了吗 江坤老师已经坐下了 哈哈哈哈 正好是 感觉你心就 哈哈哈哈 猜入了差不多四十分钟彻底破坊 对对对 正好是 哈哈哈哈 坐一会行坐一会行 不能让杰克哥一个人这么低 江坤老师就这样了 咱们肯定要低一点啊 哈哈哈哈 哈哈 哎 好像有礼貌 我们有礼貌 还有礼貌 非常有礼貌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对啊 大家今天只能这么录啊 不是 等一下 你有礼貌吗 导演组他们有礼貌吗 我故事没有讲完呢 哦 他说你们在我面前比第一你们礼貌吗 啊 哈哈 啊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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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维维继续说坚持 好的谢谢导演组谢谢 哈哈哈哈 后来老薛做了一件让我最破防的事情 哦 就是大家都知道啊薛之谦 写歌 一个字 expensive 慢啊是贵啊贵啊啊 哈哈哈 贵啊 我说错了吗 贵啊 啊好我 贵是什么 对不起对不起 啊 对不起 哈哈哈 啊这个好笑 记一分 大宝贝记一分 记一分 哈哈哈哈 这没文化的梗 挺好挺好 你记一嘴把你小矮子 哈哈哈哈 这个也好笑 记下来 臭八怪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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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唯唯疯啊 哈哈哈哈 他说我丑八怪 江桂老师我不客气了 丑八怪 你原来不长这样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Unbelievable 破坑了 哎这话不是好朋友就出不来了 这话一定是绝对好的 好朋友才能 才能把这话说出来 哈哈哈 你怎么可以说实话 哈哈哈哈 哈哈 原本长怎样 我当时你生 好了不要再聊这个话题了 哈哈哈哈 老年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老年人 照片照片 大屏头大屏 现在大屏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请坐请坐 哼 就是老薛啊这写的歌啊 他是就是 肯定是 贵的 贵的 虽然让我等了六年 啊 这么久 但是有一件事让我真的非常破防 就是发的这首藏旗我这首歌啊 版权费只收了一块钱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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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论呢 大家生活里还再怎么破防呢 还是要珍惜珍惜 身边让你破防的朋友啊 其实你不用破防啊 之前很多的话都是很关心你的啊 我觉得他是真心的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很多来自亲人的 就是说你一句 说你胖就是真的胖 老实实 哈哈哈哈 说你老是真的老 亲人是在意你才会这么说 对不对 对啊 所以那个不用破防 嗯 真正破防的是根本不在你身上的事情 居然有人安在你的脑袋上 那个在破防啊 啊 刚才薛之谦问了我 你还在吗 让我也很破防 哈哈哈哈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还在吗 还在吗 你还在吗 不是我只是说 老师可能刚刚分神了 人不在这个位子上而已 啊 你们去别乱讲 我哪有这么没礼貌 啊 有一次啊 我看到在网上登了我一个相片 是我的一个雕塑的像 啊 然后就开始传说 我去世了 啊 关键是很多人 给我爱人打电话 家里没事吧 啊 因为都只敢给您爱人打电话了 都不敢给您本人打电话了 啊 看您真没接 他怕我真说话了以后害怕 哈哈哈哈 这接了咋整多吓人呢 哈哈 然后我就把这事情 嗯 告诉我的朋友 陈佩思 哦 哦 陈佩思说 坤哥啊 别理他们 我都死了40多回了 哦 还好江坤老师专门说了一下这事 因为我在软件上也看到过这个 你也以为是真的是吧 我还留了一个这个 没有 什么玩意儿 什么玩意儿 调底 没礼貌 没有 就是大家误以为可能 因为他下面的字会 容易有那样的影响误会 江坤老师应该和你的兄弟们 组一个那个复活者联盟 确实有很多艺人朋友 就莫名其妙被被去世 对 我40岁年 我都传我都去了已经 对啊 好 那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 请这些老师可以 来到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澄清 好吧 我澄清 我还在 我在这儿 惊喜 来来来来 是我呀 是我呀 我也破旁锅 啊 有一天 我刚进教授 我就觉得不太对劲了 一进去 所有人就这样默默地就看着我 那我就发现有人在那儿笑 就 我在心里默默地想说 会不会是有人要跟我表白 啊真的假的 等一下 好自信啊 哈哈哈 然后我看到边上就有人在那边讲话 哇 讲得好漂亮 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就是这种 就是这种 然后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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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默默地就坐回到我的位置上面 然后我旁边那个同桌 一个女生 我喜欢你 女生 女生 别别别 我先让我演这段呢 女生女生 然后呢 他就这样碰一下我 我碰一下你 这样这样 他让我看那个旁边的那个文具盒 让你看文具盒 我心想 放在文具盒里的纸条是吗 太幼稚了 好自信 然后我就啪一打开 我当场就破防了 什么东西啊 小纸条 情书 我看到我的文具盒里面有一个绿色的情绸 我最害怕那种肉的 动的 蠕动的那种 好恶心啊 然后因为我害怕过度了 吃吧吃了 二 加菜了 哎呀 哈哈哈哈 啊